欢迎回到民事晚间新闻 民进党今天举行全代会 当然最受关注的还是有关党权力改组的中常委及中职委的选举了 尤其中常委呈现了11人要抢实习的局面 不少派系昨晚就已经透过聚餐来雇票 更有派系要求所属的党代表 昨天晚上就集中住宿在台北市的饭店里头 避免跑票 那目前最新的情况 我们连线请记者陈秀宇来告诉我们 秀宇 好的 直播各位观众 民进党全代会的中职委选举 这个投票结果在刚刚已经出炉了 那不过在告诉大家名单之前呢 要先大家再来看的就是这个民党主席苏贞昌呢 是赶在这个投票的最后两分钟才进去投票 让大家是紧张了一下 看看先稍早的最新画面 这么晚才来投票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翻开了 没有 主席一定是阿统不会投票 幸好都很顺利 谢谢 刚刚跟谁讲电话啊 最后三分钟 谢谢哦 谢谢 有人说这是您看蔡英文的2016前哨战 主席你怎么看哪 对对对 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刚苏贞昌 他最后还是很淡定的走进去投票 那么我们再看到今天这个投开票的结果呢 那么有让大家很意外的就是 原本呢要来角逐这个呼声很高中常委的这个人选 包含是余政宪以及这个台北市议员徐嘉欽呢 两个人呢这一次呢不要说是这个中常委 包含这个中指委这一次都没有选上 两个人都拿下了零票这样的成绩 那让大家相当的意外 那而这一次呢这个中指委的部分呢 总共有五个人拿下了第一高票 那么分别是20票 那么分别拿下的就是谢长廷 蔡同荣 蔡宪浩以及李清福这三个人 那么大家很关注的就是说 这个在徐嘉欽以及余政宪的这个部分 这两个人呢没有连这个中指委都没有办法角逐 那么意味着他们连这个中常委 竞选的资格都没有 那么今天出爐的这30个中指委的这个资格的人选 那么稍后呢将会再进行一次投票 那么互相推选出10位的中常委 那么目前看到的在名单上面 目前在呼声很高的部分中常委人选 包含了段一康 何志伟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谢长廷 以及陈廷飞 管碧林 蔡同荣 蔡宪浩 以及李清福 还有游锡坤都有入榜 那么之后有关于中常委这个投开票的最新结果 我们将会为您随时来掌握主播 好 非常谢谢秀宇 那么现在30席的中指委已经选举出来了